不,不,不,停,不是這樣,大佬蘇聯盟嘛 給他們一個最後的玩家 Briant,上移動,跟蹲蹲,他打了 5!58點! 然後Lakers領著 一位一位很棒的旅遊表演 在任何 sport,任何時候 Hobby Bryant,60點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就是第二課,Kobe系列 我就和牛系列 Kobe系列第二課就是,我覺得有個動作 我們必須要學Kobe Kobe是一個世界上最強最強的得分球員 在那個年代他是最有自信 第一件事,我覺得Kobe是學的 第一件事,要學他那股自信 我覺得我們那個球員 現在普遍,無論是亞洲、大陸、香港 我們一對外國的球員 你會自然會害怕 沒錯,的確人家的力量很強 但是,如果我們有機會 你對外國球員,你試試冷靜下來 沒錯,你接觸的人 你可能沒有一個這麼大的防守範圍 即是我也打過外國人 打過外國球員 他可能那個範圍很大 但同樣,他的敏捷性未必是跟你一樣 你可以讓他更敏捷更靈敏 我們一樣有我們的能力 只要你不要第一件事怕了人 也不要一見到外國球員 好像見到一些阿豪 黑人球員那樣 一見到他打你 其實我幾不喜歡這件事 見過外國球員打你 你就嘻嘻嘻嘻嘻嘻 哎呀很有型啊 就過了我 我幾不喜歡這些 就算你對他 你就盡全力打 他都想你盡全力跟他打 我跟那些學生打球 當然有很多看片的人說 我是否在虐待小朋友 我做球員的話 我落到場一定是球員 我就不是他們教練 我做球員 我認為我最尊重我的對手 就是我要全力打贏他 而不是 嘻嘻嘻嘻嘻 我對什麼人都是這樣的 真的說真的 當年就算對T-Mac Tracy McGrady 都真的是這樣 我都很想打贏他 難得有一次機會 你當然是跟他打過 你才知道自己有多少 我會這樣想 我寄望大家都會這樣想 不要在網上 在螢光幕的前面 就無敵的自信 螢光幕出來之後 就零自信 我們可以man一點 因為打籃球 我覺得是一個很man的運動 是否很有型的運動 我都建議大家 不怕輸 不要怕輸 不要怕輸 最重要的是 我小時候一開始打球 就是不停輸 不停輸 輸下輸下的時候 你就會贏了你同年多的人 你只要對高階 高級的對手 你一定贏回同你同等級的對手 你永遠這樣想就行了 好了 我們今天講 就是Kobe Bryant 面對他很強勁的防守的時候 他怎樣保護球 繼而進攻呢 我們經常聽人說 三協勢 什麼是三協勢呢 什麼是三協勢呢 射球 全球 拍球 拍球 切入三協勢 三協勢 顧名思義三個威脅 可以射 可以傳 可以過 可以切入 對 姿勢是怎樣的呢 你有沒有學過三協勢的姿勢 是怎樣的呢 好 你射不到 傳統的三協勢 即是真心說那句 九十年代初的三協勢 就是 就是 球放在這裡 就是這樣 這個姿勢 就是 你可以射 是不是 對不起 可以傳 可以射 還有可以 過 所以你一接球的時候 在這裡 你見傳統的教練都會是這樣的 走近 剛剛跳了幾下 真的走近 不好意思 人老 這個就是三協勢 我們 但是 你見到 Covid班基本上沒有做過這個動作 為什麼 真是說真的 這些是教科書的三協勢 我們 當你去對一個 manman的Defense 而且別人是一個防守專家 你是進攻專家 就算不是也好 你不是進攻 我不是防守專家 只要同等級 他就會跟你接近一樣的體能 一樣的速度 是不是 你這個時候就是講你用什麼技巧去打贏他 我們怎麼保護這個球 如果我守你的時候 是 好停 好了 大部分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 你看到很多球員都是這樣的 你看到阿豪現在做了什麼 你避免 你現在回到來什麼 你現在回到來什麼 是不是 你就是推自己入困境 你向後避 而不運球 肯定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你明白嗎 不可以向後的 如果 Kobe Byrne是會怎樣對抗這個人 在這裡 中間的話 你可以用上次我的Dance Move 我們跳後 帶球 彈後 我又過 完美 過了這些新的技巧 但是有些地方 就是例如 你在 邊線 在45度的邊線 單打的時候 你不能跳後 好 我們如果不跳後 我們怎樣保護這個球 好 剛剛你就叫了 你叫了 我腳位又吃了你 你回不來 你輸了 這個就是我防守贏了 明白 看著 如果 對手很aggressive 我們不可以向後 向後 繼續 他就會繼續來 你只會 更加快 失去你的位置 失去你的位置 你更加用不回來 你不能踢 他 明白 你不能批開他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一個aggressive 的時候 波不可以再放在這個位置 明白 我們要怎樣 掃到腳上 用頭 頂開他 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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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開始退後 你記住怎樣可以保護好自己 就是 你 他拿著把刀衝過來 我都拿著把刀 他就不衝過來 是否 你什麼都沒有 啊 那就對你 明白嗎 所以你不可以放棄你的進攻 你一避 你就你的空間都沒有了 明白 所以你看Coby第一件事 看到嗎 看到嗎 放在下面腳那裏 放在腳邊那裏 是 的而且確 你全球就會沒有了 你只剩下兩種威脅 某程度上 你不只剩下兩種威脅 只剩下一種威脅 只剩下一種威脅 去避開他 但是 你能保護到球 明白嗎 是嗎 看到嗎 當你抽的時候 你就可以 對抗他 而且 把手放低一點點 對 我們是 放低一點點 對 我們貼的時候 放在後面 OK 打開他 打開他 明白 打開他 你叫Coby不是不斷推的 因為他有一個很強勁的原地彈空 他就是拍完之後 對了 再這樣的人就罵我了 在這裏 在這裏破壞他心目中的英雄 我們要記住 我們要學的就是 先放上來 看一看對手 然後掃一次 明白嗎 OK 你可以對著對手的時候 你也可以對著他 用2MOTION 行不行 現代呢 明白嗎 好 試一下 CM你搜他 試一下 我給你 AGGESSIVE 阿豪保護好的球 給我看 好 試一下 但是 CM 不可以太容易給他過的 再來 我今天教大家一個 跟人練單打的方法 我個人認為你三下運球要打完的 可以嗎 可以嗎 第二就是 不可以出這個地圖 藍色 藍色 如果你是想打2MOTION 明白嗎 其實2MOTION 我個人認為會有回歸的操於勢 會有回歸的機會 因為當大家 第一 三分 去到一個濫射的情況 全世界都狂射三分 大家沒有看多少年NBA All Star 你就明白 今年的All Star很好看 第四支 極少射三分 NBA All Star 如果以這樣的趨勢來說 NBA 下年應該都會鼓吹大家打回去 當你打回去的時候 2MOTION又要回來了 有機會 你完全沒有學過 看你剛剛的步 今天可以開始學一下 試試單打 因為在2MOTION 單打 Fair Away 年輕的球員還可以用 我用不到 CM用不到 但是你可以的 明白嗎 因為你還有彈性 好嗎 試一下 好嗎 OK 波 接 對 抄它 停 停 不要中前 退後 準備退後 停 停 阿豪 是不是不停在退後 我再說一次 CM很大力 再來 PASS 不要退後 你退後 就輸了 明白嗎 頂開它 這隻腳 明白嗎 再來 再推 對 頂開它 掃落地 你見不見我頭 現在就開始 製造空間 明白 掃 明白嗎 掃 都是不夠力的 明白嗎 好嗎 掃 Go 對了 不要走 你都未掃開整個空間 兩球 三盤兩勝 兩球炒了 Next 打三 三個運球 我以前是打一個運球的 對 明白嗎 對 Check 開始 Check 開始 Go OK 再來 再來 現在呢 大家就變了 當你1on1的時候 你在這裡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什麼 大家都很拼命向前衝 是不是 你又衝 你又衝 為什麼呢 你走兩球籃 你走一球籃 實戰問題 因為我經驗給你們豐富 因為我知道 當你1on1的時候 後面有一圈人 一圈 一圈 你怎麼醜籃 明白嗎 所以通常我一個運球會射 再來 不要放那裡 放那裡是沒有的 放那裡 製造不到空間 記住 看多一次 再來 波 接 明白嗎 先壓開 放下來 明白嗎 放下來 放下來 然後 Swing 明白嗎 放下來 然後Swing 2Motion 清不清楚 再試試看 放下來打走它 對 不行了 進了 都好球 但是你覺不覺 它吃回你位 為什麼 不是 記住 你走這邊 本身這邊是這隻腳 是不是 我們向這邊 你一定是向外 而第二步 一定都是向外 你回不來 明白嗎 因為你開這邊重心腳 你走在這邊 你要怎樣 再抹 記住 我一定要 把人 放在這邊 我才有機會 去打開 那個空間 把這個人 你要記住 你們要拼人 你一定要有個感覺 就是 不是你避開我 你要把我 拼過來這裡 你才有空間 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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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兩球不進 不是進了 1比1 再來個 手 你站住 看著我防 我們防身是怎樣的 明白嗎 你的手 人不要衝過去 手不斷撩他 Kobe接受的就是這種力量 再來個 轉 轉 轉 給我手了 對 又向前 CM 不要慣性向前 不要慣性向前 一球 不要慣性向前 對了 錯了重心腳 對了 第二 走出去 又不向前 又不可以走出去 有沒有這麼嚴苛 是 就是這麼嚴苛 再來 1比1 你進 剛剛 第一球你進了 1比1 阿豪 不要輸 停停停 阿豪 你見到你的防守姿勢都要衝前 對不對 不用忠前 是不 對 對 腳不要被摺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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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Coby影子?我知没有 继续 再来 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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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不要停 手不要停 一比一 手不要停 手不要停 手不能停 他那步很大 你不能让他停 不是停 不是这样 是苏联佬吗 是苏联佬 不是这样 是这样 这样看着 脚 脚 拉后 一个扫过来 扫过来 最最悲惨的情况 你很判断 我放在这里 你是不是立刻不敢过来 明白吗 明白吗 因为大佬 都正下方 很难偷的 好 再来 对了 好 挖 好球 好 最后当然要打大佬 我的转 我手 好 最后 豪哥 成名是靠这一锅 很多人都说 你是演戏的 这段事情就是 你整天演戏让我 我手 一球 锁完这球我赢了 好 今天 完 我以为我能说 Mamba out I gave my soul to this game There's nothing more I can give Nothing